缺席年代忏悔时刻 需要大家一起来 您好 我是靳秀丽 台湾健保制度的便利 全世界都呈现 不过却养成了许多人 一有小感冒、小病痛 就往大医院跑的习惯 民众深信 大医院的名医才会治病 一位医师一个早上 要看一百多个诊号的病患 不足为奇 过去十年来 台湾健保支出 几乎每年都成长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2012年的支出额 是3555亿元 很多人都纳闷 为什么这些医疗支出 年年增长 但是我们所获得的医疗品质 却没有改善 反而出现了所谓的血汗医院 医生、护士、高压过劳的工作 医疗分级制度崩解 医病双方都叫苦连天 其实民众可以利用家庭医师的转诊制度 找促兵的好医师就医 避免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品质 深夜来到医院 大门伸锁空荡荡 就是这一区 妇产科的灯还亮着 待在里头的 都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探诊间外坐满病患 大家都耐心等候 传出医院夜诊 竟然看到清晨五点的 就是为告示的这间医院 台湾人看病 喜欢找名医 尤其是大医院的名医 新闻报导里 民众排队看医生 这让我们惊觉 大医院一天看诊量 真的很吓人 星期四的早上 台北词院的挂号 已经来到七千五百多号 新陈代谢科的门诊 都是等候看医生的民众 我挂了四十几号 但是我早上八点半 所以我来 因为我也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就比较来得早 早以后 人到我看的时候 几乎都要等上一个半小时 邓永丁奶奶 一年多前 在医院诊断出 患有轻微糖尿病 虽然糖尿病 可以转到一般诊所 接受治疗 但邓奶奶就是不放心 我对诊所我比较不信任 然后我觉得看病吧 总是找大医院我比较放心 往往一般的民众 他一来 他一看是哪一个医生 病人排的最多 他就拼命就要挂 挂进去 那实际上也是造成 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出疹的病人 真正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 他没有办法挂得进去 台湾到大医院 就医方便 不少人连小感冒 都往医学中心跑 长久下来 使得分级医疗制度 头重脚轻 不但冲击医界生态 也造成健保资源的浪费 他没有真正的 弱势短程度制度 让每一个医生 看诊的量 让病人可以 无穷尽的一个选择 我可以 一天可以看好几位医师 或好几个医院区 去就好像买东西一样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有病就往大医院跑 真的可以获得 比较好的医疗品质吗 张医师你好 张医丘阿嬷患有高血压 已经11年 经过张医师问诊和治疗后 血压恢复正常 但在一年前 因为有点疑似小中风 张医师利用社区转诊 让他不用再到大医院挂号 就可以马上看医生 那时候手很麻 就他细心地给我检查 他说他是怕我说 有点小中风的现象 他当下就马上给我转诊 转诊到那个县尼医院 后来就发现说 有点血管 这后面就血管有点阻塞 所以他就一直开药给我吃 这次张医师他也开药给我吃 就一直维持到现在 已经十几个月 现在血压都很正常 医疗分级的落实 可以减少排队等待 增加看病时间 并和医生有好的医病关系 民医不用往大医院跑 说不定好医师就在自己家隔壁 台湾有很多的民众 身体一有了小毛病 就往大医院跑 而且喜欢找民医 往往得要花很长的时间 辛苦排队才能够看到病 而相对的医生和护士 也累得无法休息 那么像张碧正医师这样 之前是在台大医院的家医科 那么担任医师 是请教您 怎么来看待了这样的现象 因为我想大家几院的现象 在目前已经被广泛的被讨论 像我自己以前在台大医院 当医生的时候 那个门诊 最多曾经有过一个早上 看到70多个人 那大家算上看 如果一个病人 看五分钟好了 已经很短了吧 一个小时只能看12个 那算起来你也得要看到六个小时 到下午两三天 事实上大家都挤到医院 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现象 其实对病人来说也是啊 排队排这么久 只有看几分钟 其实不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说 看病在台湾看大医院 好像看三长两短 那什么叫三长 就是你挂它要挂很久的时间 才挂得到 那等到要等很多的时间 那领药也要领很长的时间 可是看诊就看了一点点 所以民众都气短了 所以这个现象事实上 应该做一点调整能改善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 您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您才选择了 从大医院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社区 去做家庭医食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现在在医院的医生 其实看病 品质还有医病关系都不容易建立 那因为我本身是公废生 所以有一个机会是必须要到 社区去服务 那在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呢 就很自然的跟社区的民众可以结缘 那才发现到说 哇原来有另外一种新型态的医疗 那这个医疗是你可以更深刻的 跟民众去建立 有关医疗之内跟医疗之外的一些关系 所以社区里面的家庭医师呢 就是簇的好医生啊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家庭医师呢 其实他就是整合型的一个医疗服务 就是说内科外科小儿科其实都要会 而且长期的跟民众呢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您对他的身心的状况 其实是最了解的了 社区里面的医生 他就有比较相对充裕的时间 而且很多病人就在他的隔壁 常常过来 常常过来 那你就会对他的 除了他自己以外 他的小孩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的交往 你会更了解 那对于疾病的诊断上 你就可以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帮他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就我举一个最近在我的诊所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一个阿婆 他几天前就跌倒 那就撞了一个眼睛 眼球肿得很大 血肿 那通常医生看到这种话就说 应该赶快到医院去 找个CT片子 去给神经科的医生 去做一个进步的诊断 可是阿婆说 张医师 我就要给你看啦 因为我给你看这两句 你最了解 病那医生 第二期 我们才能等多久 他不知道 都没了解 我父亲的症状 我家里 感觉我一个人 只有他一个人 他没有人带他去 所以他整个过程中 对他来讲 非常的suffering 所以他希望说 张医师能不能在这边 就帮他先做一些评估 那我再整整 就可以先帮他做一个 初步的有关 我们担心的脑中风 脑出血问题的评估 发现说 其实没有这样太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看看说 是不是有这个 眼睛本身 有没有视力的受伤 事实上我们在社区 有时候会跟一些医院 有些合作 他在合作过程中 会建立一些 有关约诊 跟转检的方式 我就会跟阿婆 安排一个检查 那个检查是 很快速的安排到 他到那边 只要做完检查 他可以回家去 那个报告 会转回到我的诊所来 所以阿婆不需要 suffering到医院 去等候很长的时间 而可以就近 在我的诊所 看到那样的结果 您刚刚讲的 其实 先求助于社区的 家庭医师 那么还有一个 转诊的制度 是 政府有个叫做 家庭医师 整合照护计划 那他有一个 简单的代名字 叫做 处兵的后遗心 那他就是透过 这个所谓的 社区医疗群的模式 他把几个诊所 当作伙伴的关系 那他们是可以 互相照应的 那同时他们后面 有支援的社区医院 和后面的医学中心 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我是所谓的 台大三重医疗群 所以我的三重的诊所 跟台大医院 是有合作的 那我的病患 当他进来 今天如果需要 到大医院去做 假设要做胃镜的检查 我就可以安排 这个 我在医院的一个门诊 那先帮他安排好挂号 所以他时间到了 就直接去挂号 时间到直接去做检查 检查完这个报告 会回到我的诊所来 所以我就有一个病人 他是中风 初步中风 然后后来收到住院去 我就到那边去 那因为透过 这个家庭医疗群的 一个观念 他们的医生也都知道说 有一位张医师 从社区会过来 所以我们等于是 一同会诊 那有什么好处呢 住院在照顾的医生 可以从我这边知道 他过去的用药病史 跟他的生活习惯 那双方就可以 有一个很和谐的照顾 小病不需要 一下就跑到大医院 应该要先求诊于 我们社区的家庭医师 而且也不必迷信 明医啊 因为明医未必是好医师 而好医师其实 就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面 明医不只在医院 社区也会有明医 所以有小征兆 很多人都想说 小病我没有办法去区分 那没关系啊 你有任何不舒服 先到您家附近的 好医生的地方 先去做一个求诊 让他来帮您判断 你应该往哪一个地方 去做进步的追诊 好 您讲到重点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为自己来寻找 合适的社区家庭医师 其实我觉得 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您就走 找一个您家附近的 一个诊所 您就走进去看看吧 因为当您跟那个医生 有一个互动之后 那你就很容易去了解 这个医生跟您 有没有办法投缘 有没有办法了解 你的身心的状况 那我相信您会发现说 事实上你不用去 急破头到一个大医院去 就在您家的隔壁 就有一个不错的医生 所以医病之间 可以建立起来一种 更为有信赖感 而且呢 也更亲密的 更深刻的一种医病关系 我在社区最大安慰 有时候是一个民众 当他身体被治好了 他来跟我说 医生谢谢您 这样一的话语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 当然我们不是说 因为贪这样的话 但是这样的东西 对于在现在医疗 非常紧张的过程中 会让您对医疗 重拾信心 感恩您 我们也希望呢 每一个家庭 真的都能够找到了 像张医师 您这样子的 视病如亲的好医师 来做自己的家庭医师 而医疗上面 如果说我们要 避免浪费的话 台湾的就医制度 就必须要分级 以猝逼的好医生 猝逼的好朋友 让我们知道呢 不崇尚大医院的 大排名医 也能够获得 好的医疗品质 而逛医院 是台湾人就医的通病 其实呢 这也造成了 许多重复用药的问题 根据了健保局的统计 台湾一年药品花费 高达有一千一百亿元 是美国的四倍 而用药数量呢 是美国人的七点二倍 这还不包括了 自行到药局去买药的部分 其实吃太多药 会为说没有适当的用药 良药都会变成了毒药 我们是新北市居家照护药师 今天来访试您的用药 她是新北市居家药师 张慈选 这一天她跟着同事居家药师 林伟盈 要去访试薛伯伯的用药问题 这个药是我 早上是这样 薛福明伯伯七十八岁了 长期患有高血压 退化性关节炎 让她的行动非常不方便 另外薛伯伯 还有轻度的失智症状 常常忘了什么时间 该吃什么药 或者根本忘了吃药 医生开很多药 尤其是症状剂啦 安眠药啊 看很多种 如果我照经医生的话 嗯 一次吃四克啊 我没得吃 嗯 伯伯伯伯伯伯了 虽然你有很多是睡觉前吃的药 但不是全部都是镇静的药啊 多重的疾病 让薛伯伯常常要看好几颗的门诊 一天就要吃好多种科别的药 常常让她搞不清楚 要是道府福的目的 第一 就是要解决她的错误用药问题 晚上你可以指给我看 你除了会吃这一颗以外 你还会吃哪一个 我忘了 忘了 反正我知道时候晚上吃的就是习惯 好 主要伯伯的用药就是 太多之前的跟现在的 他旧的药没有回收掉 也没有照时间服完 所以早次还有很多旧的用药 那加上伯伯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药 并没有很尊重义主 因为有时候他也会过度担心 服用过度的增进安眠类的用药 宝贝我可以帮你排进去吗 可以啊 一个是早上 一个晚上 这样好不好 然后早上的呢 我帮你画太阳 晚上帮你画月亮 这个礼拜我还没有 让他两天一起 好 他们要拍两天一起 对 我现在只有到更新跟 更新两大月 你叫我一个人跑到台大 有种啊 我没有办法 薛伯伯一个月就要去医院好几趟 而且都是一个人到医院 药师发现了这个问题 也决定帮薛伯伯来申请 在宅接送的医疗服务 现在长照中心有在宅接送医疗 我们可以帮您填申请单 请人来家里接您去医院看病 再接您回到家里 交给我们帮您做申请 那大概在可能一个月内 您就会接到来电 他会跟您询问 像中午你只有这两个药 那你知道这个呢 是肝脏的维他命 对这个是肝脏的维他命 那这个呢是在保护心脏的 好 那你现在就是吃这两个 中午时间就吃这两个药 现在药师不再局限在药局 药师开始走进家中 帮民众把关用药 改善大家的健康 为您服务还满意吗 妻子是满意 谢谢 比满意在高一层的字 我就不会讲了 我忘了 张慈玄药师呢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您担任药师呢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而且呢 就走进了病患的家里面 您在协助他们 处理用药问题的时候 发现病患最常 遭遇的问题是什么 我接到个案的 就是长照中心给我的排案通知 然后去到个案家中的时候 然后太太 当他拿出所有的药出来 然后我帮他检视的时候 那我发现其实 先生其实是同时看诊多科 那他可能会因为某些药物 可能造成的他一些不适 那他又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该科的药师反应 于是他又再会诊其他科在看诊 那所以导致说其实真正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只是针对症状去排除而已 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访射过程当中就会帮他 比如说会停一些建议单 那也会跟个案卫教说 其他这个情况不一定说是 比如说骨头痠痛的问题 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擦药膏缓解 有可能有些药物 我们给医生建议一下 然后换其他可能 他不用之后可能不会造成这样反应 他的情况就会慢慢的改善 所以专业的药师走进了有需要的病患的家里面 就很重要了 像刚刚的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他可能是重复的用药 或是他自行的选择就吃这些药 不吃这些药 其实都会发生问题 对其实有可能病人 他觉得今天我拿了那么多药回来 他是心安 但是他不一定会照这个服用方式服 所以我们走入民众个案家中 我们要跟他宣导 其实有些药物还是必须遵照遗嘱正确去服用 不能够自行停药 药师走进座居家 我们另外也可以再帮他申请 我们可以停建议单 然后跟照管中心再为他申请 可能就是在宅医疗 可以减轻他去就诊的次数 或者他同时看诊五颗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他缩减成看两颗 对那像这个个案我帮他填了 就是帮他申请了这个 这家医疗之后 在我第二次访试的时候 就已经有 我有看到居家护理师跟居家医生来关怀他 包括帮他更换尿管等等 那我看到其实个案他太太脸上的表情就是很开心的事 就是也有人来接送他们就是回到医院去看诊 这让他减轻了很多负担 太好了 你又觉得这样子的付出呢 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您在走进了很多的家庭里面 他们或许是不了解您的专业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所以也可能遭遇到一些困难吧 那在第一次访试 其实要到家中的时候 男男还是很紧张 他把他很多的中潮药保健食品都尝得很好 那所以他会很紧张 担心我们会去就是收挂的用药 那可是他的宝贝喔 对那可是他的宝贝 对那是他就是可能接房邻居啊 或者是就是一些电台广告用药 他觉得就是可以让他心安的药品 对那所以他也担心说 如果这样子都被知道以后 是不是以后他就回诊的时候 医生会不看他 或者他以后就健保卡不能用什么 他们就会很担心 那你怎么帮助他卸下新房呢 就是事病如亲 把他当家人一样看 那也跟他分享说 比如像我自己我的奶奶 我很就是很 很让我遗憾的是在去年 他因为就是长期过量服用 电台夸大不时的药品 所以导致糖主色而过失 那我也跟这位个人奶奶分享 我自己我自己家人的情况 那奶奶就会很担心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药师 你可以帮我看我这些用药吗 他就会很主动的把他的保健食品慢慢拿出来 您真的是用关心自己奶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去关怀别人的奶奶 也难怪让这个奶奶能够得到实质的帮助 而推行药师呢 深入社区服务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就要请教了持续在推动的这一项理念的 新北市药师工会的谷博仁理事长 您认为社区药师对民众的健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我想社区药局的药师长时间给我们的民众认为 就是说它是一个卖药的地方 调节的地方 事实上现在社区药局的药师 它的功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更自动性了 对 像目前来讲全国大概有七八千家的社区药局 它遍布在全国各地 它的普遍性远远大于我们的便利商店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目前来讲 以工会来讲跟政府来讲 我认为政府应该要好好善用社区药局的功能 现在社区药局的功能已经慢慢扩大 变成一个工位 而且听到了刚刚药师 他可以发挥的一个功能 我就觉得说医生他是或许在第一线 但是这个药师可以做的是一个守门员 一个把关 反而更亲切的可以接近这些需要的民众 所以医药分业其实也是很重要 需要落实的 对 我想医药分业本身来讲 它的源头是在13世纪在德国 最主要就是说医师专注在他处置 他的开立厨房 要是接受厨房的时候就检视厨房 调剂药品 再来就是说给予用药的咨询 我想医药的合作最主要就是说 让民众得到更一层的保障 目前国内很多的 我们讲的三长两端 就是说在这个结构性里面 医师的诊疗时间也确实很短 在整个处置里面都很短 但是如果说今天处方前到 社区药剂来做调剂的时候 我想社区药剂跟民众之间的互动 远远会优移在医院的部分 我想很多医师的不足 社区药剂有这个责任跟医务 来告诉民众如何把这个药吃得好 吃得健康 如何把他们长时间 不是很正确的一些用药习惯 来做一个改变 我想这社区药剂应该是 用于承担这个责任 台湾是有用药 喜欢吃药的民族 喜欢买药的民族 喜欢丢药的民族 台湾的一些数据 以包括成大来讲到 包括两年前的数据 是一月到十月的部分 大概它光是一个成大 他们回溯的药品 大概四百九十一种 四百九十一种 总共超过三十万克 前所加起来 我所看到的数据是超过三十亿 这个是怎么样子 很恐怖的一个数据 这些肺药也是一个资源 也是一个资源 不要忘了 这些的资源都是全国民众的这些 我们讲的健保费 如果说能够这边省一点 那边能省一点 我想我们的医疗就能够提升 我们照顾的病人可以更多更好 我想这是我们期待的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社区的药师 主动的走进了病患的家里面 来确保我们更进一步的医疗品质 而所谓清静在源头 防患与未然 对于如何看医生 如何的使用药物 如果民众都能够拥有正确的知识的话 就不会滥用 也会降低对于药物的需求 而台湾有世界称现的医疗健保制度 但是一旦我们只相信民医 只会以吃很多药来制身 不仅是造成了不必要的医疗浪费 相对的也会危害到自己的健康 所以建立更好的医疗品质 是需要引我一起来努力 而觉醒年代忏悔时刻 我们下周再见